提醒大家真的在网路上交友或者是要认识朋友真的要小心 台北县就出现了这么一名恶职的嫌犯 他姓王 名字呢念起来更好跟艺人王力宏声音是一模一样 不过呢他居然上网骗了三百多位无知的国中少女 要求少女记裸照给他 然后呢他看到忠义的居然就约出来性侵 目前调查至少五个人受害了 妈 你做出这种事情 我做错了 你做错了你要跟他们道歉吗 我跟他们道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三百多位的学生 我扣腿了 被两名行李压售的嫌犯一路上头始终不敢抬起来 被问到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度还崩溃大喊 身材高大样貌潇洒年近五十 还有着跟偶像明星同名同姓的名字 王姓嫌犯外表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 没想到却利用网路摇天室专找国中少女聊天 还片虚裸照家已心情 细色多个及时通账号 以一人分事多角的方式 先伪装弄妞的女孩子 要求被害少女提供生活照和裸照 谎称亲戚要找模特儿代言 王姓男子在网路聊天室 一人分事多角 先是伪装成童年龄的国中女生 降低戒心 再以检查身体当作理由 骗取少女裸照 最后以言语恐吓 性侵得逞 受害人数多达三百多人 只靠着一台电脑游游网路虚拟事件 王姓男子不只骗取了许多未成年少女性侵得逞 还宣称双方都是你情我怨 目前只肯承认性侵五人 但已经有三百多人受害 好在民众检举 警方顺利将嫌犯逮捕到案 避免更多少女受害